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任职中部地区私立高中的已婚阳性男教师已辞职,与任教的高中女学生小珍化名不伦练,双方谈判分手时,小珍拿刀刺自己胸部,引发社会议论,案发后杨南否认与小珍发生性关系,但检方却查出她说谎,认定她与小珍发生三次性关系,杨南认罪并申请认罪协商。 台中地院横梁他上约一与小珍父母亲和解,以防害性自主罪轻判一年,宣告缓刑三年,条件是不能用任何方式骚扰,接触与联络小珍。 任职中部地区一所私立高中的32岁阳性数学教师,去年娶了在同校持教的同事师为妻,却在她结婚前后与女学生小珍化名大坛式生恋。 今年4月底,林亦涵亲身身亡事件闹得沸沸汤汤汤,杨南宣称她担心自己的不伦恋会有后遗症。 今年5月6日先买一把水果刀放在车内,想自残言苦肉击逼小珍分手,但小珍却拿刀自自己胸部。 不过,小珍的家属指控杨南说谎,实情是双方已发生性关系。 小珍受不了道德谴责想分手,杨南却不断纠缠而衍生伤害事端。 案发后,校方转述说,杨南懊悔说对不起新婚的太太,并否认与小珍发生性关系。 台中地检署却发现她在去年4月初某日,以及同年月5日与23日的上午,三度开车在小珍到汽车旅馆内发生性关系而起诉杨南认。 罪并申请认罪协商 判决书指出,杨南在上月10月13日与小珍的父母亲达成和解。 因刑法第227条第三项,与14岁以上未满16岁男女性交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小珍当时尚未年满16岁,但双方是合一发生性关系。 杨南又已与对方父母和解,三次性交共判处一年徒刑,宣告缓刑三年,条件是杨南不得对小珍有骚扰,接触与任何联络行为,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,全案判决确定。